在上一段影片我和Chloe拍了一段關於LED 在那段影片Chloe就說想在這盞燈上拍照 我們就試了一些不同的方式 直接拍這盞燈我們就試過了 我們直接再打閃光燈又試過了 最後就是拿走裡面的燈彈換一支閃光燈 在影片裡面我真的不適而說得太複雜 始終都是一段屬於半娛樂性半分享的影片 習慣了一場戲的我 其實就應該是將這件事分開獨立一段影片比較適合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對這件事了解多一點 這段影片就適合你了 實質上我們說一個這麼近的光源 其實我們是拍攝這東西發出來的光 當然這東西裡面的光質是什麼呢 其實都重要的 但是有分兩樣東西重要 第一就是它夠不夠光 第二就是很重要 到底它是什麼顏色 我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LED燈彈 和我們傳統的烏絲燈彈 這兩樣東西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大家要回頭去說到底太陽是一種什麼的光源 太陽其實簡單點想它是一個發光的火球 地球距離太陽實在太遠了 而且地球實在太巨型了 所以我們去到這麼遠都感受到它這麼厲害的太陽的光 而且感覺到它的熱 簡單有熱就有光 問題就是傳統的烏絲燈彈都是因為想發光 它也是想它發光 但怎樣才可以發光 就是發熱 所以為什麼叫它不省電呢 或者叫很浪費能量呢 因為其實它90%以上都是產生熱 它實質上要去到一個這麼大量的熱 它才會產生到一個光給你 由熱力產生的東西 沒錯烏絲燈膽從來都是 所以烏絲燈膽從來都是一個好光源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光源 因為它實質上它是由熱力產生 所以它有顏色的色溫 所以它不是由熱力產生的光 它不是不熱 實在是太微弱的熱力 也有些會產生有些熱力在裡面 但不是由熱力產生光線出來 所以跟這種燈膽的色溫是兩回事 這些燈膽傳統是有一個色溫在裡面 是有一個真正的色溫在裡面 LED所謂的色溫是假的 是無疑出來的 我現在就用一個 一顆60火的燈膽 正常的烏絲燈膽是可以點光暗的 但你不要跟我說現在的LED都可以點光 現在這些是科技做出來的 而傳統這些燈膽實質上是最基本最原始的東西 它是由熱力推動 由熱力產生出來的 你給它的能量少 它就沒有那麼光 它沒有那麼光 它的色溫都會不同 它會由熱力 由紅 大概2000K左右 大家現在發現 看得到 現在它有一個色溫在裡面 測試它的色溫 烏絲燈膽 60火 它現在是大概2000的色溫 然後CRI是可以去到98.9 然後我試一下再把這顆60火燈膽一顆 一路增加 現在推到它的能力最光 因為烏絲燈膽沒有再光 烏絲燈膽一路再推上去 一路再加上去 它會燒 因為其實它是在燃燒裡面的烏絲 所以它才會產生光線出來 它的CRI已經去到99.3 而色溫是2500多 大家會想 烏絲燈膽不是2700K嗎 其實不要這樣想 你應該說一般來說 烏絲燈膽是2700K或者3000K 2000K 其實根本由2000到3100K 都可以屬於烏絲燈膽的色溫 因為它在不同的火數 不同的力度 其實它產生的顏色是不同的 但這些一般來說 平時我們在家品的店舖 都一定是買到這一種 它裡面也會顯示一些顏色 大家可以先看看 好了 大家會看到 它的色溫是假裝2700K 所以它也是寫著2700K Warm White 因為它這些顏色 全部都是塗了一些螢光粉 去模擬出來的省電膽 所以其實正常這些 就不會真的有一個色溫在裡面 所以這一類的顏色 這些也是 這些燈膽也是 它只可以說模擬一個顏色出來 大家自己這樣看 你是未必分得分得到 但是呢 可以這樣點光暗 或者你可以現場看 就兩樣東西 好了我先關掉這個 現在穿這個 這個顏色 給大家看一看 只有83 除了看這個色溫和這個 CRI 色溫是2600多 它是不平均的 我想大家再看它的光譜 你看一下 下面的光譜 其實是很不平均的 這些其實是LED的特性 然後我想再給大家看的 就是它的CRI 實質它能夠顯示顏色的程度 你看它是紅色 你會發現有一條突然沒有了 這條是紅色來的 R9 烏絲燈膽 我們看看這顆 剛才的CRI 真是爪到飛起只有83 真是照明都好問水 大家看看這個 九十幾 九十幾 九十九點四 這些燈膽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雖然你現在想在市場上找 是有點難 但是這些燈膽真的 又便宜又漂亮 但是唯一不好的 很浪費電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 跟這些LED去比較呢 其實這些燈膽 對我來說是照光了便算 不要說要照顏色 這些燈膽真的 有光便可以 有光 你要照光現場 照光了便算 所以其實在我的角度 其實我是對這些燈膽 真的挺抗拒的 看上去的顏色是很噁心的 大家看上去看看顏色 真是古怪又噁心的 太近這一盞六十火的燈膽仔 但其實我感覺到有少少熱力 所以其實這些燈膽 是一些很好的光源 我們用來拍照 絕對是可以的 這個是一個二百火的燈膽 你看看相比它大顆多少 這個是六十來的 現在這個是二百 那我不如試一顆一百的給大家看 這一顆是一百火的 試一下這一顆一百火的燈膽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燈膽就在裡面 眼光源是看不到一些什麼形狀出來 你現在是一坨東西 所以最理想當然就是遮一遮它 才能用得到的 就是這個光 簡單遮一遮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是一個八角罩 應該說它是一個八角形的光 這樣你就看到它是一個形狀 這樣照下來 我臉應該都會 相對來說我臉的光一定漂亮很多 我先關掉我前面這一盞燈仔 你會發覺其實這個光線 這樣照下來我都一定理想很多 這個光線是一百火的燈 這個就是LED CRI只有83 真是差到飛起 83的CRI 你不要想Diffuse Diffuse 光本身的質地是這樣 所以你想也不要幻想太多 唯一不好的就是熱 但你講的是色溫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拍攝上去用的話 其實這些燈不用想 可以選擇我一定選擇熱力產生的光 第二種 真的比較普及在拍電影 拍影片上去用的 除了Tunston之外 有一個叫做HMI HMI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光源 當然它需要的熱力是更厲害的 實在需要一些專業人士去幫你推動才行 因為那個火數實在是太大 耗電量是很厲害的 可能需要一個發電機 或一個機組去做這件事 但一般來說我們比較容易接觸到 就是Tunston 比較便宜 亦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光質 比起我們平時 怎樣去買一些LED也好 其實怎樣都沒有比較 我知道現在這一代 其實很多LED都可以做得很不錯 當然好的LED相對來說是貴的 在現在也好 早幾年就更難找得到 另外一種就是這一類 石鷹燈膽 這一種就不聚焦 這一種就像一隻杯一樣 我們叫做石鷹燈膽 但其實大家都是Tunston 大家要換燈膽的時候 戴上手套 小心點 我現在不是穿很久 無所謂 這個就叫做收到最小 石鷹燈膽 聚焦的 看看它的CRI 97.9 色溫 看看現在的色溫是多少 現在的色溫是多少 現在的色溫大概是2,090 然後我試試把它調乾一點 現在就是這顆石鷹燈膽的最光 99.3 試試看 它的色溫也是2,66 所以一般的Tunston 一般照明我們平時所接觸到的Tunston 其實很多都不會真的可以去到3000K 那有哪些是可以呢 真的給我們攝影用的Tunston 其實它就可以真的再光一點 火數越大 越推 其實它就越光 所謂越光就是越白 即K數越推越上 Tunston不可能去到4000K 其實不可以 一這樣推它 它那條烏絲會燒了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常用的Tunston 都是2700K左右 我待會再試一個燈膽 讓我看看這顆可能會很熱 剛才這一顆到現在還有一點熱 我現在就試一下放一顆200火的下去 好,看看 嘩,好光 這顆即刻KO了 好,先關掉這顆 現在只靠一顆200火的燈膽 然後呢 我給一個 檢查一檢查 這個CRI 檢查一下 這個息溫 這個息溫 也是2700K左右 但是呢 你會發覺它真的光很多 好,接著再Defuse 了這一堆光 Defuse 了之後呢 大家就會發現 這一種光其實真的漂亮很多 我擺遠一點 現在這樣 嘩,是不是好很多呢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到底去選一些光線對我們拍攝 現在其實呢 我的息溫都 我現在錄影機 其實我呢 是剛才沒有移動那個息溫 我還在用這個接近Defuse 到5000K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其實都很漂亮 光源是很重要的 就是本身一個好的質素的光源 對我們拍攝呢 是很重要的 除了一個Motion的問題 本身一些Continuous Light 其實弱點呢 是做不到一些Freeze的Motion 你說太陽底下 我們攝影的快門去到 百千分之一 但是其實呢 在我們一些高速的閃光燈呢 這個速度是遠離過這百千分之一 其實是可以去到幾萬分之一秒的 所以呢 閃光燈是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可以說 這些連續光就是 有什麼好呢 所見所得 為什麼所見所得 就是拍影片 就是要所見所得 因為我們肉眼真的需要看到 但是在攝影的裡面 我們需要的像素更加高 我們需要的銳利度也更加高 那麼閃光速度是絕對可以給到這些 這些全部的好處 那麼加上閃光燈本身 那個顯色度已經發展了這麼多年 已經是非常之好 那麼同一些LED發生出來的東西 比我們去用 其實整個概念都不一樣 第一 它比我們是一個照明的方便 以及的確是 相比來說 用一些烏絲燈是省電 真的會叫做環保 省不少錢之外 其實是省了很多能源的 所以我們要懂得分 我可以肯定這個世代的LED 只會越做越好 但是問題呢 它一直發展高方向 也有些低方向 繼續發展 普及平文化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攝影師 懂不懂得分辨這些東西 分辨哪些LED是用得 哪些光是好的 我們一定要自己去選擇 我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要判斷到 這種光不太行 熄了它 有什麼光是可以用的 我們拿來用 又或者好像閃光燈 隨身帶 我們怎樣拿來運用 這件事才是在這段影片中 最終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不是要教大家去買燈膽 不是要去分享 到底你應該去做一些 去換燈膽 這不是這個概念 概念只是純粹分享 科技的世代 越做就越出色 但是 一直產生在市面的東西 也會變得參差 也有什麼都有 變成我們需要有一個選擇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懂得判斷 OK 在不同類型的燈膽 簡單我都大概試過給大家看 詳細我再在下一條影片 去做一些簡單的拍攝 去示範給大家看 下次談